接下来有请本场演出的专家团 他们是 国际著名女中音歌唱家 声乐教育家 梁宁 国际著名女高音歌唱家 声乐教育家 赵云红 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 新锐舞台剧制作人 陈小朵 中国青年女高音歌唱家 美国大都会歌剧院 青年艺术家 徐磊 中国青年女高音歌唱家 张张 我对李奇和高天鹤的勇气感到可嘉 因为他们把最快智人口的音乐剧之一 这个《悲惨世界》当时女主角的 永叹调拿来唱 我觉得首先是一个突破 因为他们突破了男女的那种界限 李奇非常成熟感觉 就是他的那个声音也非常饱满 他的这首歌在声区上面 其实对他来说不太有利 但是到最后结尾的部分 他们两个人之间 就是他们声部做了一个交替 李奇的表现让我有了意料不到的地方 真的很震撼 两个声音都是男高音 但两个人的这个声音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蔡晨玉的声音非常有金属感 马家整个状态表现得非常的稳定 让人很放心的这种感觉 蔡晨玉 其实他的讲声是非常棒的这个感觉 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要唱歌呢 我们是为了要表达情感 用这种情感和观众产生一种精神上的共鸣 所以我觉得如果他能从这个角度去出发 他的声音应该会自然而然发生一种改变的 今天阿云嘎的唱呢 我觉得挺打动我的 就是他非常的用心 用情 阿云嘎给我的感受就是 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 这样一位一台剧的演员 因为他是音乐剧出身 他是非常有经验了 但这也离不开他的 一起合作的伙伴 康书剑我觉得他 就是在未来 他很有钱 他太可爱了 超级可爱 一看到他我就想到了 一群很朝气蓬勃的学生 盛全呢 他因为前面唱的是民谣嘛 我觉得他的整个土字 然后他整个这种唱歌的时候 像在说话一样的状态 我非常喜欢